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在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事项形式发表讲话 他表示中国愿意帮助妇女摆脱疫情影响 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 中国将再向联合国妇女署捐款1000万美元 在71周年国庆日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香港金子金广场等地都举行了升级仪式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国庆酒会上表示 无论香港面对顺境还是逆境 中央始终是香港保持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 法国的新冠疫情在本周依然持续日增确诊过万的情况 卫生部长宣布政府有可能从下周开始出台最新的限制措施 巴黎的民众有可能将被禁止 私人聚会 而巴黎的餐厅和酒吧也将会重新关闭 部门领袖1号起一连两天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 峰会除了讨论外交政策之外 也评估了英国完成脱欧进程的最新进展 对英国可能违背承诺 欧盟就英国的内部市场法案向英方采取法律行动阻止 在香港1号再有非法集结示威 警方采取行动在多个地区 核共拘捕了至少86人 分别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管有攻击性武器 以及公众地方行为不减等罪行 另外又票控了20人 涉嫌违反防疫禁止群聚规律 接一头条 对你来关注到联合国大会 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 25周年高级别会议在1号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四项的形式出席了会议 并且发表讲话 他表示妇女在新冠疫情肆虐之际 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而中方主张帮助妇女摆脱疫情影响 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 并且也期望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 习近平首先指出 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 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在各行各业书写着不平凡的成就 在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时刻 来自全国各地 驰援湖北的4万多名医护人员中 就有三分之二是女性 习近平表示 在抗击疫情和推动经济社会复苏进程中 尤其要关注妇女的特殊需要 落实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 他提出四项主张 包括要帮助妇女摆脱疫情影响 把保障妇女和女童权益 置于公共卫生和复工复产计划重要地位 此外也要落实性别平等措施 消除针对妇女的偏见 其事 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 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 要以疫后恢复为契机 为妇女参政提供新机遇 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经济 文化 社会事务管理水平 我们要消除针对妇女的偏见 歧视 暴力 让性别平等 真正成为全社会 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 习近平还表示 要推动妇女走在时代前列 在发展中保障妇女权益 靠发展改善妇女名声 另外也要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 中方支持联合国把妇女工作放在优先位置 在解决性别数字鸿沟等新挑战上有所作为 习近平表示 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中国会继续加大 对全球妇女事业的支持力度 未来五年内 中国将再向联合国妇女署提供1000万美元捐款 继续设立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女童和妇女教育奖 以及倡导在2025年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 凤凰卫视综合报答 联合国在一号召开了纪念 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的高级别会议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会后表示 中国是全球妇女发展事业的践行者和先行者 中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完全实现了平等性别 联大一日召开了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的高级别会议 会议上强调25年前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 至今仍有重要的意义 是实现性别平等和增加妇女女孩权利的最具有变革性的议程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妇女人口 男女平等已经列为了中国的基本国策 妇女在中国减贫人口中占到一半 在全社会就业人员中超过四成 义务教育阶段完全实现了性别平等 中国妇女平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时的36.7岁 提高到现在的79.4岁 中国是妇女发展事业的实践者 先行者 张军表示 新冠疫情给全球妇女事业带来了新的冲击 中国将会继续帮助妇女摆脱疫情的影响 落实性别平等 推动妇女走在时代的前列 并加强全球妇女事业的合作 在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 成千上万的女性奋战在最前线 成为最美逆行者 中国政府还专注于 为实时保障妇女事业就业和健康 为女性领导的企业减负纾困 我还要特别指出 在中国的外交队伍中 女外交官占比超过了三分之一 她们都非常优秀 我为她们感到自豪 在一日的会议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承诺表示 未来五年内 中国将会为联合国的妇女署 再捐助一千万美元的资金 同时也设立中国教科文组织的 儿童妇女奖 在2025年 中国也倡议再度召开全球妇女峰会 富豪卫视 陈寅谦 江广复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好 相关话题 让我们请到时事评论员邱振海先生 来做一下点评分析 邱振您好 你好 可否我们谈一谈 您认为世界各国 未来应该如何来推动 妇女事业的发展呢 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这个25年之前 联合国妇女大会在北京举行 那么当时震荡起始 当时中国和当时世界的这个关系非常紧密 所以这个会议在北京开 也是震荡起始 那么25年 四分之一时机过去了 这个四分之一呢 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 从整体上来说 世界想要往前走 科技革命 全球化 但世界在这过程当中 也出现了很多的逆流 这我们就无容置疑了 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等等 逆全球化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妇女的地位呢 有进有退 所谓的有进呢 大家知道在25年之前啊 老实说这个妇女可能在全球的 一流的层面上参与事务的 其实我们数数人数好了 当时并不多 当时是美国的第一夫人 希拉里来中国的 那已经是一个大事了 第一夫人 但现在我们看 其实这个美国的第一夫人 不是那么的那种关注 最主要的是世界在一流的舞台上 妇女的活跃的影子很多了 我们看一看 美国 希拉里 差一点当上美国总统 对不对 现在你比如说像佩洛西啊 像欧盟的理事会的主席啊 等等啊 还有世界许多国家领导人 包括尤其我想指出北欧 出现了80后的总理 和80后的女部长啊 等等 女总理 女部长 新西兰 同样是80后的女总理等等 所以这些 其实它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说明妇女的这个实力在上升 妇女的领导力在上升 而且现在有大量的事实表明 在领导力方面 在情商方面 妇女要高于女性要高于男性 至少是不相上下 但与此同时呢 在发展中国家 其实女性的地位还在受到挑战 这里面包括这个在贫富不均方面啊 在用人方面啊 对女性的歧视方面 其中有客观原因 也有很多的主观原因啊 那么从中国方面来说 新中国71年之前成立之后 其实就是把两大问题 作为它的新中国当时的这个中共政府的一个主轴 一个是扫盲 提高全国人民的这个文化水平 另外一个就是提高妇女的地位 而当时最主要的是扫娼妓 取消娼妓 这当然是那个时候的一个 一个客观的一个需要一个情况 但是从现在来说 女性领导力不断上升 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如何去解决依然存在的 对女性的无论是客观 还是主观的一些歧视 其实还是未来 未来相当长的时间 大家有这个努力的目标 那么中国在这方面 当然可以贡献中国的经验 也可以贡献中国的中国的实际 好的感谢邱先生带来的电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 将近8万民众昨天早上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观看国庆节的升旗仪式 国旗护卫队踏着整旗的步伐 走出天安门城楼 经过金水桥走向国旗区 五星红旗在国歌中庄严升旗 在场民众肃力 升旗仪式在早上六点多举行 虽然此前一晚下了一场小雨 让现场温度只有10摄氏度左右 但并没有影响观看升旗的民众的热情 随着国旗在天安门广场上迎风飘扬 许多戴着口罩前来观礼的民众 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并争相拍照留念 而天安门广场前也花团紧促 充满节日气氛 听到我们国家的军乐团演奏国歌 以及观看国旗冉冉升旗那种蓬勃的气势 我更加为我是一个中国的公民而感到自豪与骄傲 我更加的感觉到时代的重任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 尤其在年初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 全党全国人民无论采用各种方法 力挽狂澜使咱国家的经济油腻转正 这是在国际上也实在非常了不起的 究竟这一切还是属于我们中国国家一个制度的优势 和中国共产党一个优秀的领导 凤华卫视综合报道 在香港湾仔的金子金广场 昨天早上也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1周年的升旗仪式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英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中央驻港机构代表 以及各界人士都有出席 升旗仪式早上八点在金子金广场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英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中央驻港国安公署署长郑燕雄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谢峰等出席 警察音乐队奏乐 歌唱家陈辰和邝丽领唱国歌 寻挂着国旗和区旗的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飞越维港上空 消防船在海上涉水敬礼 出席仪式的还有特区政府主要官员 立法会议员 行政会议成员 以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等社会各界人士 政府考虑到公共卫生风险 今年的国庆升旗仪式不设公众管理区 凤凰卫视金小飞香港报道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的酒会上表示 无论香港是面对顺境还是逆境 中央始终是香港保持繁荣稳定的坚定后盾 他又批评不分持双重标准的外国政府干预香港事务 强调将会继续无畏无惧 坚定维护国家安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1周年酒会一号早上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主理嘉宾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 杨俊英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中央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署长郑燕雄等中央驻港机构代表 林郑月娥这次是表示2020年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 全球未有西纸的迹象 但内地防疫工作出色 经济开始复苏 他又感谢中央支援香港抗疫 中央支援香港抗疫 再次体现了自回归以来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除了在特区面对风浪时为我们触见避风港 注入强心针 中央在谋划和推进国家整体发展的时候 也都充分发挥香港的作用 无论香港面对顺境或迎境 困难或机遇 中央始终是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 林郑月娥提到要解决经济挑战及市民对民生民主的诉求 要有安全的社会环境 而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 过去三个月香港回复平稳 他又批评部分持双重标准的外国政府干预香港事务 无论部分持双重标准的外国政府 对执行香港国安法的机关 作出多少无理的指控 甚至对维护国家安全的特区官员 粗暴地实施进一步的所谓制裁 我和相关的同事 会继续无畏无据 以坚定信心 依法履行我们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 出席国金酒会的还包括香港特区政府官员 及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党 林志愿要表示 只要大家诚心诚意 用户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 抓紧国家新发展格局下的机遇 理性沟通求同存异 一定能够将香港这个家建设得更好 凤红卫视黄志愿先考报道 另外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署 中央驻港国安署等中央驻港机构 以及解放军驻港部队 在昨天早上也都分别举行了 生起仪式庆祝国庆71周年 中联办的生起仪式在早上7点开始 中联办主任陆慧宁及东民副主任出席 在场全体人员向国旗行注目里高唱国歌 国旗冉冉升起在风中飘扬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署早上也举行 生起仪式 公署特派员谢峰等全体署员及家属 手持国旗和区旗出席 送上城市住院 中央驻港国安公署同样举行了升起仪式 庆祝国庆71周年 另外驻港部队海陆空三军 在昂船州军营举行国庆升起仪式 官兵们面向国旗庄严敬礼 之后一起唱歌挥舞国旗献上祝福 赤柱九龙和石港等军营也举行了升起仪式 富豪卫视综合报道 在国庆日 澳门特区政府也举办了升起仪式 文艺晚会以及烟花表演等活动 行政长官贺一诚在国庆酒会致辞时 感谢中央对于澳门抗疫和经济社会 恢复工作的大力支持 在全城佩戴口罩 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下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贺一诚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后华 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姚坚 澳门前行政长官崔士安等出席国庆酒会 何以承载至此时 感谢中央对澳门抗疫和经济社会恢复工作的大力支持 出院46例 没有死亡的病例 没有任何医护人员受到感染 现在澳门已经是一座安全的旅游城市 随着全面恢复办理内地居民赴澳门旅游签注 澳门的经济社会将逐步恢复 各项事业的发展将稳步推进 他指出目前每天又进澳门的旅客不足2万人次 预计今年全年博彩收入不可能达到1300亿的水平 政府税收大减将要继4月追加390亿元后 再一次向立法会追加预算 动用200亿元的超额储备 何一成表示 政府部门之前已经减少了开支 难以进一步缩减 也暂时不会再推出第三轮的经济援助措施 出席酒会的人士超过400人 根据法律规定 无论是嘉宾还是传媒 都要经过测温 以及出示核酸检测为阴性结果的阿门健康码之后 才可以入场 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底到阿门出席回归2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 视察了新建成的中国与普与国家沙漫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 今年综合体成为了国庆酒会的举办场地 方寒卫视陈慧琪阿门报导 好 去一下广告下一节环球聚焦 等您关注国际消息 稍后见 今天早上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 再来关注到美国总统大选第一轮辩论之后的民调显示 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支持率上升 在全国民调当中以13个百分点领先现任总统特朗普 而在大选倒计时一个月之际 拜登团队也调整了战略 把线上拉票转为线下 并且在多个关键周份派出了数百名志愿者登门拜访选民 CNBC在1号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拜登在全国民调中对特朗普的领先优势扩大 54%的选民对拜登表示支持 41%的选民则支持特朗普 这是9月29号美国第一轮总统辩论后出炉的最新民调 其中有53%的人认为拜登表现比特朗普更好 只有29%的人认为特朗普辩论表现更佳 民调显示45%的美国民众认为特朗普的表现不及预期 只有11%的民众对拜登感到失望 另外还有77%的美国人认为 这场辩论无法让他们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骄傲 而更重要的是在受访者中 只有2%的人表示辩论改变了他们的投票决定 98%的人都没有因为辩论而改变决定 距离美国大选日还有一个月 拜登竞选团队决定改变拉票战略 从下周开始把完全在线上进行的拉票改为线下活动 特别是在一些关键州 包括了内华达 密歇根 新罕布什尔和宾夕法尼亚州等地 将会派出数百名志愿者挨家挨户上门拉票 针对的人群主要是那些电话和网络都难以接触到的选民 拜登的竞选经理迪龙表示 拜登团队使用的选民联络方式 是历史上任何总统竞选中最具技术创新性的方式 在大选进入倒计时之际 很多特朗普在2016年拿下的关键州 拜登都必须采取进攻性的战略 有针对性的扩大拉票范围 调动选民的投票热情 凤凰卫视王宾如王天逸华盛顿报道 我们再来看香港星岛日报的消息 特朗普和拜登的第一场电视辩论之后 现场的混乱还有几十次的插嘴都被外界所诟病 而负责统筹辩论的总统辩论委员会最新就表态 说将会在后面的两次辩论当中改变规则 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 而其中一项改变呢 就是如果谁再在对方发言的时候插嘴 那他的麦克风将会立刻被关掉 不过特朗普阵营呢 也立即批评了这一项计划 另外再来看到一幅漫画 特朗普呢在第一场辩论当中 对于白人至上主义的表态 可以说是模棱两可 因此这一幅画呢 也是在讽刺特朗普支持白人至上主义 可以看到途中 特朗普正在向大家介绍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 而这个人呢戴着的是 象征着白人至上主义的3K党头套 身穿着白袍 而特朗普却说 说他们是一群非常替他人着想的人 比如在疫情爆发之前 他们就已经开始戴着面具和头套 再来看到欧洲方面 欧盟领袖一号起一连两天 在布鲁萨尔举行峰会 其中一个焦点就是英国对于脱欧之后的贸易安排 而对于英国可能违背承诺 欧盟启动法律程序去阻止 另外英国首相办公室就表示 英国需要保护内部市场的完整性 将会适时地对欧盟的行动做出答复 欧盟峰会除了讨论外交政策之外 也评估英国完成脱欧进程的最新进展 欧委会表示 当天向英国政府发出正式通函 采取法律行动阻止英国违反脱欧协议的条款 强调会继续同英国谈判 去准时全面落实脱欧协议 英国将有一个月时间答辩 如果欧盟不满意 有权要求英国让步 否则将入贬欧洲法院 这可能导致英国被处以巨额罚款 英国脱欧过渡期年底届满 欧盟与英国的贸易安排迟迟没有达成协议 除了捕鱼权及官方补贴问题外 最新的难题是英国推动的内部市场法 与先前同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有严重抵触 主要围绕在北爱与爱尔兰的边界问题 英国的内部市场法要点涉及 确保北爱与英国其他地区的货物流通不受阻碍 北爱作为英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关税区的一部分 英国政府有制定北爱地区行业补贴政策的自主权 英国声称内部市场法旨在保证脱欧之后 英国国内市场的统一性 如果条款与脱欧协议的内容不一致 以英国法律为准 冯王文士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到全球的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 目前已经超过了3440万例 死亡人数突破102万 美国疫情仍然严峻 累计确诊将近748万例 超过21万人死亡 巴西的总确诊人数超过480万 14万多人死亡 俄罗斯的疫情持续反弹 再有将近9000多人受到感染 累计病例超过了118万例 法国也新增1万2000多例 累计是61万多例 全球第二多确诊的印度 再暴增8万多例 累计确诊人数将近640万 而巴基斯坦和菲律宾 都有超过31万人确诊 南非的确诊人数也超过了67万 伊朗单日新增3000多例确诊 全国有46万多人感染 法国的新冠疫情 在这个星期依然是持续日增 超过过万的情况 卫生部长在1号宣布 由于首都巴黎的疫情 进一步的恶化 政府有可能将会从下周开始 出台最新的限制措施 卫生部长指出 巴黎地区的疫情 已经达到非常危险的状态 特别是重症患者 占用医院床位的比例 已经超过30% 弱势群体发病率等指标 也已经超过临界值 中央政府将在本周 和巴黎市长进行商议 决定是否需要 从下周开始 出台最新的紧急措施 一旦决议通过 巴黎的民众 有可能将被要求 禁止私人聚会 巴黎的餐厅和酒吧 也将会重新关闭 卫生部长在会上 继继续呼吁民众要学会 与病毒共存 虽然法国的确诊量 仍然日增破万 但是卫生部长也表示 在各大城市 已经出现了好转的迹象 鉴于马赛和巴黎等市政府 持续与中央的疫情管控 存在分歧 卫生部长就强调 中央会持续与地方保持沟通 如果最终无法达成一致 国家将强制执行必要的措施 凤凰卫视江新 巴黎报道 再来看香港电台网页的消息 来关注疫苗的进展 欧洲药品管理局 对牛津大学 同医药公司阿斯利康 共同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 开始启动滚动审核 而现在仍然在等待着 涉及上千人的大规模测试数据 希望在未来几周 或者是几个月之内可以分享 而欧洲药品管理局就强调 滚动审核将会持续 一直到疫苗正式的获批准 推出市场 而外界也相信 这个滚动审核 有助于加快审批相关的疫苗 换一个焦点 再来关注到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 视察了受雨灾侵袭的灾区重建情况 更是提出了建筑物 要能够保存地区文化和特点 并且结合周边环境的艺术多样性 金正恩在包括包媚金与正 等高层官员的陪同下 视察8月遭到暴雨袭击的精化菌灾区 了解民房 农田 交通运输 以及电力等多方面的重建情况 金正恩强调 要在周边地区种植树木 改善地区自然生态环境 他又特别视察了受灾农田 认为目前秋凉长远形势总体较好 丰收仍然有基础 好 续下广告 下节回来等您关注两岸三地的消息 稍后见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 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重点新闻提要 在联大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 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事项形式发表讲话 他表示中国愿意帮助妇女 摆脱疫情影响 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 中国将再向联合国妇女署 捐款1000万美元 在71周年国庆日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香港金子金广场等地 都举行了升旗仪式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国庆酒会上表示 无论香港面对顺境还是逆境 中央始终是香港保持繁荣稳定的坚强后盾 法国的新冠疫情 在本周依然持续日增确诊过万的情况 卫生部长宣布 政府有可能从下周开始出台最新的限制措施 巴黎的民众有可能被要求禁止私人聚会 而巴黎的餐厅和酒吧也会重新关闭 欧盟领袖一号起一连两天 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 峰会除了讨论外交政策之外 也评估英国完成脱欧进程的最新进展 对英国可能违背承诺 欧盟就英国的内部市场法案 向英方采取法律行动阻止 在香港一号载有非法集结示威 警方采取行动在多个地区 合共拘捕了至少86人 分别涉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管有攻击性武器 以及公众地方行为不减等罪行 另外又票控了20人 涉嫌违反防疫禁止群聚规律 国庆中秋双节来临 全军各部队官兵以军营特有的方式 向国家和人民传达节日的祝福 在梁宁建也有官兵集体敬礼 祝全国人民国庆快乐 而在东部战区 海军航空兵某部官兵 也在站位送上祝福 祝贵大的祖国生日快乐 祝全国人民幸福安康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我们一定不如使命 难打必胜 海空有我守卫 请祖国放心 敬礼礼 在武警湖南总队 机动支队 就以首语来表达敬意 而在西北大漠 祝训的八十集团军 牟旅官兵 在一号清晨列队 并排成七十一和中国字样 祝为大祖国 繁荣圈圈 国太平安 祝国万岁 远在西非马里 中国第八批围和的官兵 就举行了升旗仪式 祝全国人民幸福安康 祝贵大祖国 百荣不强 至于在西藏军区某合成旅 也拿起中国国旗 摇拒送上祝福 别算有我 请祖国人民放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在香港一号载有非法集结示威 警方采取行动 在多个地区 合共拘捕了至少八十六人 分别涉嫌参与未经托准集结 管有攻击性武器 以及公众地方行为不检等罪行 另外也票控了二十人 涉嫌违反防疫禁止群聚规律 在香港岛同楼湾区 下午开始 有人群想进网上 散动非法集结 部分人更走出马路 试图主色交通 警方多次发出警告 有关行为有机会 触犯香港国安法 和公安条例下的罪行 警告立即停止并离开 在多次警告不效后 警方采取行动 检查并拘捕宿舍人 当中包括四名区议员 又票控多人 涉嫌违反防疫禁止令 行动期间 警员又在附近闹市区 先后检查两名男子 分别收获折叠利刀 刀片 扳手等物品 以涉嫌管有攻击性武器 将让人拘捕 而在走龙皇大县区 下午三点多 有市民目击两名暴徒 向马路投掷汽油弹 及大型杂户 警方列作重火案 正追查暴徒下落 香港多个地区的 非法集结活动 持续到晚上 警方因应情况 严正执法 维护公共安全 而在香港的地标 失职三 晚上也怀疑 有人响应 网上暴力群主煽动 进行非法集结 警方在登山路口 设置路障 截查并圈遇登山人士 不要参与违法活动 警方也严厉谴责 罔顾公共安全 和迫害社会安宁的行为 凤尔卫视 真合不道 台湾方面 今天有哪些新闻焦点 我们把画面交给住 台北记者蓝静图 来介绍一下 静图你好 陈子好 各位观众早安 台湾方面要来关注的是 中秋节在岛内 是有四天的廉价 但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民众是没有办法到海外旅游 那有航空夜久 就趁势推出了 中秋环岛的航班 在一号傍晚 从北台湾的桃园机场起飞 绕行台湾一圈 让民众体验在高空赏月 那名字叫做嫦娥的民众 还可以免费搭乘 来看本台台北站记者 带您独家之急 今年中秋节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台湾持续管制边境 民众不太能安排 赴海外旅游 有航空公司 推出中秋节 环岛赏月航班 让民众边搭飞机 边赏月 一号傍晚飞机 从桃园机场起飞 沿着台湾外海飞行 整趟航程约两个小时 最后再回到桃园机场 高空中没有云层遮蔽 月亮特别明亮 旅客纷纷纷拿起相机和手机 拍下窗外风景 就在路上看到的不太一样 感觉离它特别近 就是看起来特别大颗吧 就是今天坐在飞机上的关系 跟在地表上看到完全不一样 感觉就少了那两公里 十公里的感觉 我非常兴奋 感觉比在地板上看到的还要圆 还要更大更亮 旅客除了可以在飞机上赏月之外 另外一个亮点就是飞机餐 航空公司准备米其林三星的餐点 以及应景的月饼让旅客品尝 另外为了营造中秋节 嫦娥奔月的气氛 航空公司也募集十一位叫做嫦娥的人 让他们免费搭乘 度过另类的中秋夜 富豪卫视张绍兵杨文上桃园报道 报纸焦点继续来关注的是 中秋廉假的消息 中国时报就报道 在昨天也就是廉假的第一天上午 高速公路交通出乎预期顺畅 就连近期出现暴富性旅游潮的宜兰花莲 也就是东台湾这些城市 也没有出现人潮 游客量大约是只有三到五成 那对此官方就推测 可能是在廉假之前不断的向民众 宣导高速公路会大塞车 所以把民众都吓跑了 再来关注的是政坛的议题 来看联合报 首善之都台北市今年涉事百年 那台北市政府在昨天是举办了 百年交流分享的活动 历任市长部分党派都有出席 那其中陈水扁在活动上面就表示说 希望可以看到朝野和解 两岸和解 在一旁的马英九是频频的点头 表示认同 而郝龙斌也说如果两岸不和解 蓝绿不和解 台湾就没有希望 再来关注的是今天的采访重点 锁定的是从12号开始搭乘 两岸航班需要先提供 72个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对此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就表示说 从过去两个月的数据显示 每天从台湾到大陆的民众大约是600多人 而目前全台一共是有72间医院接受民众自费裁检 每天最大检验量能可以达到9000件 足以应付民众的检测需求 另外呢 日本官方是片面将钓鱼岛更改名称 并且在昨天完成这一项行政程序 对此台湾市外部门是表示已经向日方表达了严正抗议 但是在野政党包含了国民党和亲民党都认为 蔡政府态度软弱消极 才导致台湾渔民权益受损 无所适从 国民党就呼吁蔡政府要强硬护渔 并且为无法坚决有效捍卫渔权 向全台民众道歉 那么相关消息 我们台北站持续跟进 接下来时间再交还给称子 好的 感谢净途带来的最新介绍 接下来一起关注财经消息 美股三大指数在周四收高 科技股领涨大盘 投资者继续关注财政刺激方案的前景 但是最新出炉的经济数据是大多疲软 我们继续来看 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27816点 涨35点 涨幅是0.13%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1326点 涨159点 涨幅是1.42% 标普把指数收报3380点 涨17点 涨幅是0.52% 想请我们来看 助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我们来看前提四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四早时开盘时跳高开出 主要是市场预期国会推出经济自主进化 所以投资人是买盘进场追捧前段时间跌幅比较深 而且经济开封之后受惠的一些行业类股 另外公布的最新的上周首次申请时也就有基金的人数 83万7千人 也是比市场预期为低 都对市场造成正面的支持动力 但是接近收盘之前 期盼国会推出计划的希望变得非常的渺茫 所以三大之处当中 道指和标普呈现下跌的走势 不过收盘之前又勉强是反弹上升左手 另外石油价格也是在星期四呈现重挫 主要是市场预期在冬秋季一行进一步的扩散 石油需求会进一步的下降 而且有专家预期飞机燃油的需求量 到2021年底可能才会开始提升 同时欧拜克也有增产的迹象 所以对油价造成相当大的负面的压力 科技类股领涨 那么当然能源类股出现一个领跌的现象 投资人认为虽然在大指数近期还会有上升迹象 但是波幅会是相当的明显 而且在星期五有劳工就业人数和食欲率出台 在这之前市场省事心态也是相当的浓厚 不过星期四华尔街国票市场总体来说 还是有乐观进场的态势 收盘是三大指数还是债不上升左手 以上是星期四情况 凤凰卫视旁者纽约报道 市场担心全球多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恶化 加上石油输出国组织欧派克9月份的产油量增加 拖累了国际油价跌到超过两个星期的地位 纽约11月七油失守了每桶40美元的整数关口 收报每桶38.72美元 跌幅是3.73% 伦敦布兰特七油收报每桶40.93美元 下跌了3.24% 两项油价都创了9月15号以来的最低 而受贿美元下跌 国际金价重返每盎司1900美元的整数关口上方 纽约12月期间收报每盎司1916.3美元 到了两个星期的高位 升幅是1.1% 美国航空和美联航宣布 将会从1号起核供削减超过3万个工作岗位 而目前国会和白宫在新的援助协议上仍然陷入僵局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美联航首席执行官科比确认 由于航空业持续的财务问题 美联航将裁员约1.3万人 科比在给员工的信中表示 美联航恳请国会和政府进行妥协 立即达成协议 挽救就业 美国航空首席执行官帕克也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 做出了类似的宣布 将裁撤1.9万个工作岗位 今年早些时候 国会为航空业提供了250亿美元的援助 援助的一项附加条款是 禁止接受援助的航空公司 在9月结束前裁员 据报道 目前两家公司都在继续游说国会和白宫 为航空业提供进一步援助 尽管美国航空和美联航都计划 从政府申请更多贷款 但他们表示 为防止两家公司澄清上万的员工失业 将需要更多资金 帕克在给员工的信中写道 不幸的是 不能保证所有这些努力都会实现 但是为了鼓励竞争 并让公司保持希望 以通知财长姆努钦 如果扩展薪资支持计划的努力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成功 美国航空将撤销裁员和停薪留职程序 召回所有受影响的员工 对航空公司的任何进一步援助 都需要众议院民主党与白宫达成协议 双方本周恢复了谈判 但尚未有任何进展 凤凰卫视王又又 白芳 华盛顿报道 好 细节广告 下节回来等您关注其他内容 稍后见 回来回来 再来关注到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在纳卡地区的冲突还在持续 阿塞拜疆方面声称 部队已经攻入了纳卡地区 而连日来的冲突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就敦促亚美尼亚部队 撤出纳卡地区 法俄美三国也呼吁各方 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多辆阿塞拜疆军车载着大批官兵驶往纳卡地区 由阿塞拜疆士兵表示 会战斗到底收复遭到占领的土地 阿塞拜疆国家电视台报道 政府部队已经攻入纳卡地区 还播出片段 展示据报是亚美尼亚部队 留下来的坦克军出核弹药 阿塞拜疆国防部也公开 部队摧毁亚美尼亚阵地的片段 但其实战斗也让阿塞拜疆 城镇塔尔塔尔州民居壮丹 门窗炸飞 夺动建筑物严重损毁 亚美尼亚方面 纳卡地区有人权观察组织的 办公室发放视频 显示在当地首府汉肯德 以北一个城镇发生爆炸 当时一辆史经附近的平民车辆 差点遭到搏击 与此同时 亚美尼亚也不满以色列 向阿塞拜疆出售武器 已经招回驻以色列大使 亚美尼亚外交部发言人指 以色列的做法不能接受 早前阿塞拜疆承认 在纳卡地区的冲突中 使用以色列生产的武器 冲突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支持阿塞拜疆的土耳其总统 阿尔多安 再次要求亚美尼亚 撤出纳卡地区 声言正式迈向和平的唯一路径 法国俄罗斯和美国三国领导人 就发表联合声明 呼吁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并要求在欧安组织 林斯克小组共同主席国的主导下 无条件恢复实质谈判 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